老人常常告诫我们,人类一生,不能浑恶度日,要找寻自己的价值。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,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时间,缘由或许都不一样。 每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轨迹也有所不同,记得订阅《国学心旅》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有的人能够在世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名垂青史,有的人却一生平淡无奇,岌岌无名。 更有甚者,一生极其失败,终日浑恶,像是来人间旅游式的,这样毫无作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 人生下来,便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,才不算是白来人间一回。 不过,要实现自身价值,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,需要每个人自身做出努力,人到49,如果还常常留恋这四个地方的,估计就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了。 1.饭局 俗话说,你以师为天,孔子言,食色性也,吃饭不仅仅是人获取营养,生存的基础,也是一种文化,同时还是一种社交,将吃饭当成社交。 2.饭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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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饭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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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相为谋,有九有肉夺兄弟,患难何曾见一人。 第三,烧香的饭局 有人会觉得纳闷,为何饭局中还要烧香呢? 其实,这里的烧香并不是烧香拜佛的中烧香,人们所说的烧香还有另一层含义,指的是求人办事或者被人所求。 对于这类投门路,拉关系,请求帮忙办事的饭局还是不要参加,俗话说,吃人的嘴短,拿人的手短,办得倒则落下把柄,办不到则欠下人情,两边不讨好,聪明的人选择缺席。 有的饭局吃的不是饭,是利益,有的饭局吃的也不是饭,而是感情。 以上便是三种不该去的饭局,分别是,暗藏乾坤的饭局,纯属消遣的饭局,烧香的饭局。 生活中,没有必要的饭局,没有必要的应酬,要态度坚决地拒绝,稍微一犹豫便会受到牵制。 相反,对于朋友,亲人和家人的饭局,请你不要缺席。 若有人在职场上,还是整天需要靠饭局来维持,不仅做了无用的社交,还会浪费自己的时间,倒不如安心做好本职工作,下班后,好好陪伴家人,才是正道。 二,酒局。 除了饭局,酒局也不能少,生活中大部分人总习惯用喝酒来庆祝任何好事,例如结婚生子,加薪生殖,庆生祝寿等,但人到了49岁。 可别再留恋酒局了,尤其是狐朋狗友间的饮酒作乐。 须知酒肉朋友常常只是在酒桌上称兄道弟,事后就一拍两散没啥交集。 况且,喝酒伤身,49岁的人已不再年轻,此时应该注重养生,健康饮食最重要。 人活在世上,难免会有不少的压力存在,酒精或许能让自己得到一定的缓解, 但那也只是暂时的,星酒之后,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,所以强大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。 酒局对大多数人来说,是一个用来建立和维系社交关系的地方,这十分正常。 但到了49岁后,该建立的社交已建立,况且人到中年,身体各个机能大不如前, 在喝酒的话,只会对身体不利,所以需要懂得爱惜自己,不可再那么肆意伤害身体, 毕竟没有好身体,一切都是空谈。 年轻的时候,或许你会为了业绩牺牲身体,左手护肝片,右手摆酒杯,沉迷于一个又一个酒桌, 就为了拿下下个季度的订单,或是交下这个了不起的朋友。 有时候或许你自己也不想这么做,但是没办法,为了更好的生活,你只能牺牲自我, 但是,年过五十的你,比起当年来说,其实早已要更加自由许多, 人生的自主权也早已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,因此,你不再需要端起一杯杯酒, 去换取一个小小的机会了,也不再需要把自己喝得鸣鼎大醉, 只为拓展几个人脉了。 五十岁以后的人生,请为你自己而活,保护好自己的身体, 切磨让酒精腐蚀掉你的健康,想要晚年幸福, 请先学会拒绝没有意义的酒局,酒厂上的朋友没几个是真的, 酒厂上的吹嘘也几乎都是假的。 五十岁了,你该去过有价值的人生,结交一些真挚的朋友。 拥有一段高质量的人生,散,赌绝,正所谓小赌一情,大赌伤身, 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,但大部分人往往会控制不住自己, 输得负债累累的不在少数,远离赌才是正道, 钱要靠努力奋斗得来,人到了四十九岁后,心智可以说是成熟了, 天下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,也没有免费的午餐, 况且人生并不是完全能靠赌来获得成功,踏踏实实才是真。 实际上,无论人在什么年纪,只要迷恋赌局,就只会越陷越深, 更有甚者还会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,而人到四十九。 已经是成熟稳重的年纪,更要有足够的自制力,更不会沉迷赌局不能自拔。 有人曾经说过,赌场上哪来的赢家? 那些你认为你赢了的时候,其实可能也只是你的错觉, 做局的人为了放长陷掉大鱼,操纵着你的输赢,玩弄着你的内心, 而受到贪欲裹挟的你,就在这样的不倾不储中, 上了他们的贼船,将自己置身于危险。 沾上毒瘾的人,往往一生都戒不掉这个恶习,一生都抹不去这个阴影。 年过五十,你要知道生活的重心是什么, 切莫将自己交付在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上。 更不要妄想,自己绝对不会吃亏,珍惜生命,珍惜家庭,珍惜现有的幸福, 不要让赌博毁掉所有。 四,娱乐局。 不论男女,到了一定年纪, 人生的重心都应该放在家庭和工作上, 过多地留恋人生的种种消遣娱乐, 只会浪费时间,金钱,精力,正所谓活到老,学到老。 人到了这年纪,与其混混度日, 倒不如在剩余的人生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。 娱乐的时间要有,但不能太过度, 人来到世上并不是来享乐的, 人生的价值还等着你去实现, 如果到了四十九岁后, 还沉迷在娱乐中, 这一生也差不多报废了, 如此下去,难以感受到生活的意义, 所以娱乐场所还是得少去, 大家觉得呢?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